现在就是狮子驳兔 一只大狮子去抓兔子 狮子驳兔 全心全意把美国之心做成功 做得尽可能让高科技厂商 了解到高雄 然后美国接触我们的朋友 喜欢上高雄 我大概能做狮子驳兔 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发美国前 讲出的这句成语 其实在电影《赌神3》也出现过 躲你台面上的 那么有信心 这招是狮子驳兔军临天下 气势逼人压过对方 电影中《赌神》讲出这八字口诀 接着扭转乾坤 事实上《狮子驳兔》的典故事 狮子体型较大 但在捕捉兔子时 也会全力以赴 比喻做小事情 也拿出全部精力 认真对待 拱憾声浪持续飙高 名义就快挡不住 方美前韩国瑜先喊出 《狮子驳兔》引发网友猜测 回台后是否就像电影《赌神3》 台词的下一句 军临天下顺意民意表态参选 我们也没有想到 五位大学教授 邀请我去哈佛大学做一场演讲 事隔三个月之后 台湾的政治氛围 会整个改变这么巨大 在三个月以前 我想是没有人能想象得到的 我感觉这次好像 已经被赋予了很多 其实韩国瑜被封为金巨王 受访时负旨成语 连艳语也会拿出来用 不要接不要接 老鼠脱脱鞋 昨天是说到目前 到目前没考量嘛 听我说一句 老鼠脱脱鞋 大了在后头 选不选2020话 从未说死 给人无限想象 韩国瑜这回访美前 再喊出食指薄吐 也难免引发外界揣测 接下来 先温向皇军台北报道